如果正义不够的话 东仙就去成为正义本身 将世界上的全部邪恶驱散 赌上东仙全部的正义 博村这才知道东仙加入失魂界是为了复仇 东仙问向博村是否感到很意外 这就是过分依赖拥有光明眼睛的弊端 这是失去了看破真相能力的人的末诺 博村的眼中看不到任何一个自己能看到的真相 超速再生恢复伤势后的东仙轻描淡写的不断闪烁身形 在大狗身上留下树道斩棘 黑神天且冥王在此削笔掌下不得不断低身子 东仙戏血起博村 怎么了 连反击的力气都没有了 东仙猛地冲刺而去 大狗咆哮着挥刀迎击 一时间火花四射 大狗震惊地看向刀锋处 东仙单臂提见于坚后 就这般拦下了拥有天生神力的冥王一击 大狗当然知道东仙当初所言不识 但他深信东仙是为了证明 他相信东仙想为死去的朋友 完成他未能完成的正义的信任 东仙承认这是种善行 是件美好到荒唐的事情 这残忍到让人无法接受 难道这样的善行便是博村口中所谓的正义吗 看着东仙假面被震裂 大狗知道是自己看错了 如果刚刚那种想法就是有人的心理话 那两人的命运真可谓水火不如 大狗不再多说 既然信念不同水火不如 那再劝说也毫无意义 大狗为了失魂界必须将东仙斩杀 虽然并非本意 能听到东仙的心理话自己也满足了 东仙诧意到说什么原谅我 希望博村看到自己真正的实力之后 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出同样的话 如果只用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 那该多么遗憾啊 虚化东仙道提青虫宝剑 口中念念有词 青虫百事 皇家蟋蟀 一时间紫色的诡异凌鸦如颈喷般倾泻而出 鬼魅的假面凭空挑挡 森森鬼影逐渐浮现出长有力找的昆虫手臂 归任后的东仙出头部外通体去黑声有四臂 他缓缓地抬起有着一堆大眼眶的面孔 下一刻煞白的眼皮缓缓睁开 他开始陷入癫狂 为亲眼看到这不公世界而癫狂 大苍蝇一掌拍下尘土四剑 大狗却早已不在原地 天潜明王一刀斩下烟海在起 大狗心中在问自己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东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 可怜有人变成这副大苍蝇模样之后 有些东西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满口大话的博村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自己看不到的而大狗能够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他要博村回答自己 苍蝇迅猛的刺激将冥王逼退 大狗心中本不愿斩杀东仙 博村举起斩阔刀对抗东仙的扑子 能够事物的东仙比之前有更多的东西看不完 这并非是能否得见光明的问题 大狗心中的友人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两人开始激烈地交锋 大狗怒声询问 东仙心中不快 博村这是要愚弄自己吗 何莱比之先前有更多东西看不到一说 手中宝刀大有要劈裂天空之气势 这是他对东仙的救赎 恢复意识的大苍蝇一掌猛的山广 身形高大的博村在地上翻转不断 博村的言语似乎戳中了东仙的痛楚 昔日与东仙的约定一下涌上大狗心头 博村为了报恩而成为死神 东仙为了正义而成为死神 各况他爱着这个世界 所以为了世界 为了贯彻正义东仙才做了死神 而今大狗不得不对自己的挚有刀剑相向 最初听到东仙口中的正义之事 博村便已然察觉到了一丝谎言 但博村并未觉得不懂 甚至感觉到这样才好 深爱之人被夺去的话 无论是谁应该都会如此 体力早已到达了极限 却都毫不犹豫地再次重向对方 双方难分高下之时 东仙的双眼开始凝聚起碧率的虚神 博村曾在心中立誓 如果你心有悲伤的话 我愿为你分担 若我误入歧途 你给我赤子口 在你无依无靠的时候 我永远会成为你的归处 可博村仍然愿意在心间 为他保留最初的狼狼 大狗要让憎恨这个世界的难 有一天能够再次热爱这个世界 斩破刀迅疾刚猛的皮卡尔下 东仙奋起全力抵倒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 天潜明王碎了 在诡异的声波攻击下 黑神天潜明王失去了力气 瘫倒在狼藉废墟之中 大狗浑身不住地颤抖 他恨 恨自己没能将有人唤醒 东仙此时居高零下 口中强大的虚闪凝聚 他告诉大狗 所谓的正义即无法用眼睛看到 也无法用语言形容 冰死的大狗眼中没有仇恨 有的是惭愧是不舍 他向铁左卫门治前 向贵左目治前 向东仙治前 修兵知道 如果是曾经不能失误的东仙队长 这种程度的一击肯定是能避开的 修兵颤抖地说着这一切 东仙要的斩破刀继承自治有 他为复仇而背叛施魂戒 成为唯一能归刃的死神 拥有了须致力量的东仙 眼中得以重见光明 心中反而密布阴云 博村与修兵合力为他填补了虚动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东仙想起了那个阴云笼罩的雨天 他生死力竭地询问死神权贵 为什么杀害妻子的男人 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道曼妙的身影闯入了东仙心神 东仙问自己这女人是谁 为何自己心中这么痛 这一切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东仙仿佛看到了身穿白衣的女子 静静地躺在沐浴 可这片刻的安宁却不断被丛生的黑影遮盖 这是谁 东仙看不见 他什么都看不见 失去力量的东仙恢复了神志 修兵与博村的样貌 在他眼中由模糊变得清晰 博村让有人不要说话 虽然凭借虚的力量还能勉强呼吸 但东仙的喉咙已经被撕裂了 美多说一个字就离死期又近一份 大狗鸡的东仙在战斗之前曾说 他早就知道我们总有一天必定会刀剑相想 其实博村在战斗之中也和东仙一样感同身受 这点贵左目应该也是一样 在这之前三人的关系仅仅是暂时的 三人早晚会兵戎相见 命中注定要像现在这样 发自内心的互相理解 东仙的眼中泛起泪光 对博村佐珍来说 就如同东仙失去了智友那般 东仙在这最后时刻想要记住两人的样貌 因为虚化的影响他的眼睛现在还能看得到 他想趁现在看清修兵的模样 就在这时东仙却突然瞪圆了眼睛 修兵与博村目瞪口呆 这一切显然是有人按下杀手 平子看着怀中弃弱尤斯的同伴 对将其伤害致死的蓝染等人愤怒万分 若是眼神可以杀人 那平子的眼神无人可挡 罪魁祸首的蓝染不禁称赞起这不错的眼神 因为这让自己隐约觉得 看到了时隔百年后复活的眼神 平子一闪声来到了蓝染深情 平子戏谑道 带来这么多手下的家伙可真好意思说 所有生物都会相信优于自己的强者 不这样盲目跟随的话就没法活下去 然后被相信的人为了逃避这种重压 就会追寻更为上位的强者 站在上位之人还要追寻能够相信的更强之人 接下来蓝染会慢慢让其知道 谁是该被相信的神明 如镜般的刀身上映射着不远处东仙的战斗 蓝染淡然不失优雅地拔出了斩破刀 这等悠闲背后是其无与伦比的心理素质 百年前蓝染曾说过 平子队长没有对自己敞开心扉 也不给予任何情报 更不让自己干涉队长的任何事情 正因如此蓝染恐怕至今也不知道平子斩破刀的能力 蓝大悠哉地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斩破刀的能力 就对你无能为力了吗 倒了 魚 朱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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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